平东有一名客信男子先借机迷婚了沐浴桶工厂的老板 然后再假装好心的协助对方送医 被害者家属还完全不知情 给了他五千块钱的酬谢金 这名嫌犯十岁之位又带着电击棒上门 把老夫妻给电婚硬抢 才拆穿了整场救命计 原来都是他自导自演 被抢的老夫人心有余悸 没想到自己的先生昏迷 一路帮忙协助送医的好心男子 居然回过头来拿电击棒行抢 跟让老夫妇压抑的是 原来这一切都是一场骗局 当时嫌犯先拿着 残有FN2的矿泉水 迷婚了开沐浴桶工厂的中信老板 在洋装好人一路陪伴送医 正当老夫妇庆幸自己遇上了善心人士 没想到嫌犯五天之后上门索讨报酬 那个女儿以为只有好心 然后也给她了五千块 然后这个科兴嫌犯又时髓智慧 隔了一阵子又到他这个工厂 要跟他借钱 嫌犯自编自导骗到了家属的五千块 却还不满足 居然进一步大胆登门借钱行抢 实在太嚣张 被警方巡线逮捕 检方也依强盗罪将他起诉